嗨,大家好,我是Vena,我是乌克兰人,我住在台,呃,住在乌克兰城市叫Nikolai,是比较靠近黑海 然后我从小时候一直跟爸爸妈妈旁边没有离开他们 就是都很习惯我妈妈爸爸一直走过我很安全 刚好我16岁,我乌克兰的模特公司找到了台湾的模特公司 然后就跟我说有机会去台湾 所以我爸爸就觉得好,那个机会好像很适合我可以去别的国家赚一些钱 而且可以去看其他的世界,看人在那边住会怎么样 后来就是模特公司,乌克兰的模特公司说我去台湾 然后我就去找一找台湾,看到了2015那个时候台湾的飞机跌倒了 所以我看到那个新闻就觉得吧,我应该不要去 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坐过飞机,我不知道是怎么样 但我那个时候觉得飞机不太安全 就是你飞着空机,没有什么东西会那个支持它 但我爸爸说飞机掉下去很少的那个机会 所以他说没关系吧 然后我就去,那个时候我从乌克兰要飞到俄罗斯 在俄罗斯找一个俄罗斯的模特,然后跟他一起飞到香港做Visa 然后飞到台湾就可以开始工作 然后我记得我们在莫斯科见面的时候就认识他这样子 在飞机上他就告诉我,模特的工作蛮危险的 就是钱很少,我就应该要跟老人一起吃饭,这样赚钱 所以我那个时候想到了,就说我不要去,一直哭一直哭 到了香港,哭了两天,得到了我的Visa 然后飞到台湾都不敢去很远的地方 我记得我在台湾,在我们的那个房子哭了大概一个两个礼拜 都要跟爸爸说,哦,我要回家 但已经有合约,三个月 就没帮忙,没有飞机班,没有钱可以回国 我爸爸一直说,你到了台湾,你要小心台湾的食物 因为台湾的食物比较辣,而且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就说,注意你吃什么 然后他给我很大的一包,一摇,他说你肚子痛发烧,那个摇什么都有 然后我就很不敢吃台湾的食物 所以我一直吃,认识的是什么,麦当老 吃麦当老每天两三次,我胖了四个公斤 然后我记得那个,我公司发现了我变胖 因为我的工作就不能变太胖 公司会摸我的腿,说哦,你要瘦一下 我那个时候一直不敢吃东西 我就开始慢慢卖菜,自己做好像乌克兰的菜这样子 就是在台湾就发现了台湾人对我笑 就是我,我吓到了 因为我在我们的国家人比较冷漠 他们不会不认识的人,对不认识的人笑 所以我就马上跟妈妈说,妈妈,这边的人会对我笑 他们一直说我很漂亮,我觉得很可爱 这边工作很开心,之后没有三个月,我在这边工作了四个月 然后我就回去乌克兰 回到乌克兰我就开始哭 我就说哦,我要回那个台湾 然后我爸就想到的是什么意思 你到了台湾就一直哭说你要回乌克兰 但是我跟他说,台湾这么好,这么方便 然后他就说好了,然后我一个人可以就回台湾了 我们第一次来台湾到现在过了已经七年了 所以最喜欢台湾的部分是人 台湾很安全跟方便 我觉得人是为什么 因为人就是很friendly 就是对你一直笑,一直会帮你 而且如果他不认识你,还是会帮助 安全,为什么安全 因为晚上还是很早上 我就都觉得走路一个人没问题 因为好像台湾台北有好多那个camera 就是我觉得好,那我这边走路应该拍得到 如果有什么东西我就警察 那我就会看到我怎么样死掉了 不会吧 还有安全部分是 我去餐厅还是什么咖啡店 我会放我自己的包包,我不会担心有人会过来打开拿我的钱包 还是拿我的手机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 方便的部分 我觉得因为台湾的便利商店超级无知多 我现在住的地方有四个 我觉得两个Family Mart,两个7-11很爽 你就下去了 我在台湾变得很烂 我在乌克兰如果我要买东西吃 我要去城市大概15分钟 在台湾我就下来了就有 什么都有 对,然后收集没电了也许 就是去那个金银站还是便利商店什么餐厅 他们有时候会用那个powerbank 就OK的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手机就没工法 因为我跟妈妈爸爸小时候都在一起 然后我觉得16岁离开他们 到现在我很少有机会去看他们 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难过 因为我在台湾很幸福 有机会赚钱 有机会这么好的生活 就很方便很安全 但是我觉得这短时间 这个七年看到了妈妈七八次 我觉得很少 而且看她是一个两个月而已 所以我看妈妈爸爸变老 我觉得很难过 所以对,我觉得我很早离开我家人 还是现在每一次回去乌克兰 觉得我当一个小孩 一直要跟妈妈在妈妈的旁边 一直要抱着她不要让她离开 但是因为我在这边工作 所以我有机会帮他们 所以为了他们我在这边工作很辛苦 但是我还是希望之后有机会带他们来看看台湾 因为他们之前完全没有 我妈妈完全没有离开乌克兰 她没有去过别的国家 对,但是问题是 因为我的外婆跟我的哥哥 哦,哥哥 哥哥 年纪变大了 所以我妈妈要照顾他们 她不想离开他们 那么一个人来台湾 也不能带他们来台湾 所以这个问题蛮大的 但是我还是喜欢 未来我妈妈还是会来看看 还是爸爸 还是哥哥 我最想带我的哥哥看看台湾 我觉得他超会 超爱这里 普通り 你 你说